当时演那个刘家媳妇的时候 你那个闺女生了吗 刚生完 生了 阿姨妈呀 那你那个时候 刚生完 累吧 没想到她能就是恢复到这个程度 所以当时也有顾虑 当时找学精来这个合作这个角色的时候 也有顾虑 她的孩子应该是 就是类似于冬天吧 一二月份的春节前后的 十月份生的 十月份生的 然后转过年来 在四五月份就开始开始拍这个戏 还才半岁 你舍得吗 带身边了吧 一直带着 对 我生她两个半月就带她到剧组了 你记得吗 拍刘家媳妇之前 我是拍习心导演的那个 对对对 回家的路有多远 对对对 52天我拍了1200多场戏 然后在刘家媳妇剧组的时候就累伤了 有一天下午 就是导演肯定忘了 我跟李静老师的戏 还有吴七江 还有张老师 洪杰老师 然后我们一起一个全景的戏吧 我那词还特溜呢 然后等到搭完戏拍到我进景的时候 导演说预备开始 我一个一个词一个字都没有 导演说没事学姐你再想一想 然后沉浸一下 看看剧本 预备开始进景的时候 又一个字想不起来 满脑子空白 就是累到那种程度了 他后来 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 从来没有过 你看他现场 就是有的时候包括 他刚才 刚才王老师说 他这个对于角色的理解 我认为他好在哪呢 就是说 他是从人物个性去理解这个角色 有的时候 包括有的时候 在觉得是这个人物 在这个时候 他不应该是这种表现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现场就先讨论讨论剧本 然后怎么样去刻画这个人物 从个性上 从人物内心去怎么样去表现这个人物 那么那现场就一定有很多台词啊 表演啊 或者甚至情节啊 需要调整 他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之前我们合作了这么长时间 就从来没有过这个情况 看来当时也确实是累傻了 累傻 后来导演特心疼 导演说算了 别别努了 那个休息半天 收工 颜月经收工 哎呀 而且回去睡觉去了 他你看啊 就是哎呀印象更深的是 到拍多晚 他没有什么怨言 按理来说 你不管是公司也好 什么 合同约定也好 你得给他一度的休息时间 你比如说你一天 你说再长 拍个十几个小时 可以了吧 有的时候说 要抢这个景啊 明天完不了啊 是说那个制片说 哎呀那导演能不能 咱们再多拍吧 这个演员明天就要走了 跟他合作的这个人 那就拍吧 就是停 哎呀 这种精神 对